英雄联盟这款游戏,自S1以来,也有六七年的时间了,许多英雄,图标和英雄原话,都与现在的版本有点格格不入了,甚至很多英雄的机制和技能,导致他们在如今的版本中难以登场,几乎没有玩家使用。 这种情况下,拳头往往会重做英雄或是调整技能。不得不说有些英雄重做后效果非常好,比如加利奥、剑魔、阿卡利。 但是有些英雄重做后却没啥人玩了,比如宝石和乌迪尔,路人局里几乎见不到他们的身影。 所以如此看来,对英雄的重做很大程度上,关系到他之后的命运。 按理说重做的英雄,大多是冷门英雄,但是最近石头人重做的新闻,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 拳头竟然要对在路人局势炸风云的石头人进行重做。 会分剧兽从此之后还能混分吗? 带着这样的疑惑,小编了解了一下,结果发现只是虚惊一场。 此次的重做只是技能和特效稍有改动,石头人基本的机制还是基本不变的,不过有几个重点,需要跟大家汇报一下。 在5月4号的测试服更新中,石头人莫菲特被动中加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,那就是随着莫菲特的护甲值的增加, 它的体型也会变得更大,在护盾重新生成的时候,身上会有发光效果。 Q技能也进行了微调,不能再偷对面的移速。 技能范围625700,技能的弹道速度1200 1400,技能释放时间0.25秒0.5秒。 技能AP加成0.60.4,W技能可以施加于震效果,还能造成锥形打击。 这简直就是自带聚酒嘛。